各位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南部開講 我是呂宗芬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要跟各位一起來關心的是 勞工的休假的權益 到底是要領加班費比較好 還是要休息休假比較好 我們都知道臺灣的這個勞工條件 就是工時很長 然後薪資很低 那因為從去年底開始 要把週休二日法治化 然後就帶動了這個勞資法 整個修法的勞動 勞動基準法整個修法的這個問題 然後延伸出來現在變成 原來週休二日又一例一休 那這個跟兩個例假有什麼差別呢 那為什麼政府又會提出來 砍掉七天的國定假日 來作為配套 然後又要動到特休假 這麼多不同的假日 到底對於勞工的這個權益的影響 影響層面有哪裡 到底勞工能得利 還是說我們因此失去了休息的機會 或者是我們領不到加班費 我們的勞動條件更差 到底他的影響的層面有哪一些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都要跟您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首先來介紹今天現場的來賓 我們第一位來賓是勞動部的次長 廖慧芳廖次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來賓是高雄市產業總公會的總幹事葉品言 總幹事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三位來賓是高雄公會組織部的主任 林柏宜 林主任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休假有很多不同的類型 那為什麼週休二日就週休二日 為什麼還有一例一休 那為什麼現在後來又跑出來說 要砍掉七天的國定假日來當成配套措施 這些不同的假日 他到底對於勞工權益的影響是在哪裡 我們先看一段VCR 七年團體冒著大雨 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抗議 甚至海漢警方發生衝突 他們不滿新政府 在週休二日相關修法的議題上 堅持要砍七天國定假 讓人相當失望 不要每次都把七年掛在嘴邊說 民進黨對七年比較好 國民黨在執政末期 就是以整個七年世代為敵 才撕掉政權了 所以我們希望民進黨政府 如果真的要照顧年輕人 就先不要砍掉七天假 抗議代表質疑 蔡英文總統一方面說 和七年站在一起 另一方面又砍七天的假 以明年實施的基本時薪 一百三十三元來算 八小時七天的國定假 總共就少了將近七千五百元 是變相幫七年打工族減薪 我們只是做一樣的事情 就可以領兩倍的薪水 這對於打工者來說 是非常大的注意 你就算給我們超過半年 有四天的特休來說好了 各位啊 四根七哪一個比較大 你看我們七天假之後 說還我們四天 這麼簡單的數學問題 需要當到總統才知道嗎 立法院市府未還委員會 在十月五號審查勞息法修正案 民進黨團當天以人數的優勢 通過一例一休與三減七天 國定假等修正條文 隨後就有二十一位教授 在網路上發起連署 指以審查過程沒有討論 就像過去國民黨立院黨團快速的通過 服貿協議一樣 他們要求民進黨將本案退回到委員會 重新審議 這次的決策當然是從總統府的政策協調會裡面 所下的指令 包括立法院 所以這次決策不僅是一個勞工的議題 它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民主憲政的議題 為了在林底通過週休二日的相關配套修法 以利一休和三減七天的國定假 從新政府上台後就引發強烈的爭議 甚至危及人民對新政府的信任度 但是勞動部認為這是一個進步的修法 強調在以利一休的休息日加班 時數會納入每月加班工時 並提高加班費 這卻讓勞團憤怒不已 認為以利一休根本不能降低工時 加上配套的措施 要砍七天國定假完全是欺騙勞工 所謂的一例一休 它的休是休息日 它是一個可以容許資方 讓你強迫你去加班的一個手段 對半數以上的勞工而言 基本上這七天假 是本來唯一的縮減公司唯一的效果 但現在又把七天假砍掉了 沒有所謂縮減公司的任何效果存在 面對立法院可能恰行通過修法 勞團表示 國民黨在執政的末期 就是與整個青年世代為敵 才失掉政權 他們希望民進黨政府 如果真的要照顧年輕人和勞工 就別讓一例一休暢促的通過 現在勞工團體最在意的 其實是七天國定假日被砍掉 就平白失去七天假日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可是我們先回到 這整個修法的一開始 就是說最初的目的 其實是要讓週休二日法治化 就是把整個勞基法修法 然後可是為什麼他後來又出現了 兩個例假跟一例一休 這中間的差異是什麼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圖卡 什麼叫做一例一休 就是因為勞基法 要把我們正常的工時 從兩週八十四小時改為一週四十小時 那勞動部就因此提出了一例一休 來作為配套的方案 那我們可以看一例一休 一個例假 一個休息日 他的出勤的情形 就是說休息日勞工 是可以出勤加班的 可是如果兩天六日兩天 都是例假的話 原則上不能出勤 除非是天災突發狀況 才可以要求消假 那所以那這個禮拜六怎麼辦呢 如果雇主需要勞工來上班的話 如果他是休假日 他可以調度正職的人力 但是如果這一天是立假 週休二日這兩天都立假的話 雇主就不能夠要求正職人員來出勤了 他可能需要另聘兼職的人員 來補足這個人力 那工資的部分呢 休息日上班是加倍工資 那不需要補假就前兩小時不需要補假 不用補假然後前兩個小時有二點三三倍的工資 那兩個小時之後是二點六六倍的工資 那如果是立假 就兩個立假的話是立假上班要加倍工資 而且需要補假 所以看起來一立一休就是說 對於勞工來講 他可以多領到加班費 然後雇主呢 他也在人力調度上比較彈性 可是在兩個立假來說 他就是充分的落實 真的要強制勞工 你可以週休二日 你可以休息兩天 因為我們台灣的狀況 就是工時很長 薪資很低 大家都過勞 所以兩個立假的重點 就是說他真的可以落實休息 那所以 但是但是這個過程 其實我想要請教次長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個配套 那這個休息日 後來你們又說 大家都不要再講休息日了 就是我們就是週休二日 回到週休二日這個基礎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配套 多發明了休息日這個概念 是是是 謝謝主持人 我先來講一下 去年在修改勞基法縮短法定公時 從雙週八十四縮減為四十公時 但是當時的修正勞基法 他並沒有做週休二日的配套 所以即使用現在的法來看 因為新法還沒有過 就現在的法來看 每週四十公時他上班六天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那這其實是跟我們 比如說不管你是說 跟我們縮減公時的那個目標是不一致 而且跟國際現在都是週休二日這樣子的方向 就是說如果這個老闆叫這個員工 每天起早二十分鐘下班 可是他禮拜六還是來上班 加起來四十小時就合法了 對或者是說他每天給他上班七天 然後到最後剩下五個小時 就請他禮拜六來上班 這樣是合法的 因為他加起來是四十嘛 那所以當時在修法修 修訂勞基法的時候 並沒有把那個週休二日的配套放進來 那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時候我們就提出了這個修法的草案 剛才剛才那個板子也有寫 但是我再講一下 就講說我們有兩個兩個做法 一個叫做以價制量 第二個是總量管制 什麼叫以價制量 就是說休息日的加班 除原有工之外加班 地兩個小時就前兩個小時 另外在除了你原來的工資之外 你還要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其實你給一點三三是違法 你要給一點三四 一點三四 不就二點三四 對對對 除了原有工資之外 你要給一點三四才合法 一加一點三四 對對對對 那加班第三個小時 就是前兩個小時之後的第三個小時 第四個小時等等 那之後他是也要另外再加給一有三分之二 這個是休息日的加班費的計算 而且他還有他還有一項管制 因為他怕雇主是想到了說 我請你來休息日來加班兩個小時 然後就請你回去 可是這樣對勞工而言 他整天的價就沒了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加班不到四小時的話 老闆要給你四小時的加班費 你超過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之間 比如說老闆只叫你來上班六個小時 這個時候老闆要給你八個小時的加班費 那加班超過八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的話 要給十二小時計算 也就是用這個用台語講 攬站來限制你 總這個叫做以價制量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休息日的加班的話 那其實是算在原定的46小時的加班時數之內 也就是說他不會造成勞工也不可以讓勞工 超過46小時的加班時數 那我們是當時為什麼會這樣設計 就如同剛剛主席人在講 就講說兩例不是比較好嗎 可是各位我們那個勞基法40條 那個例價它例價其實限制的很嚴 你一定要天災事變突發事件 你才可以讓員工加班 那這個時候其實務實面來看 兩例當然是讓勞工可以充分休息 這一點我完全不否認 可是你務實面來看的話 在臺灣現在很多大部分偶爾 應該是大部分都有週休二日 可是有些比如說某些產業 或者是說偶爾有忘記的時候 那他沒有辦法週休二日 需要禮拜六來加班 我們講休息日來加班 休息日不一定是禮拜六 你需要他休息日來加班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設計這樣子 讓用這個增加休息日加班費的方式 來這樣設計這樣的週休二日 其實是務實面的考量 那所以我先打斷次長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試算 就是說我們用月薪三萬塊的這個勞工 為例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一例一休 因為一例一休在加班費的部分 有就是二點三三 就是會有一個倍數的這個部分 如果說這是一個月薪三萬 有員的勞工 他換算下來時薪是一百二十五塊 那如果有一天他禮拜六 就是休息日加班了 依照現行就是兩例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的話 他可以領到一千兩百四十七點五元 就是一百二十五乘以四個小時 就是五百塊錢 然後後四個小時算下來的加班費 可以是兩百四十七塊半 所以他總共可以領到一千兩百四十七點五元 那如果是一例一休呢 就是因為他後面兩個小時之內 是二點三三 那之後的加的六個小時 是要乘以二點六六 所以算起來他的加班 加班費可以領到兩千五百七十七點五元 看起來這個如果是走一例一休制度的話 勞工好像可以領到比較多加班費啊 這樣對勞工不好嗎 來林主任 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要嚴正的指出 勞動部所謂增加加班費的倍數是假的 怎麼說 現行的勞基法也明確的規定 如果是在延長工作時間的狀況下面 本來工資就是要加發三分之一 也就是一點三分之一 一休三分之一 現行的制度就有了 對然後超過兩小時以後是一休三分之二 這是現行制度 勞動部雖然現在說他把它再加了一倍 好像說是二休三分之一 二休三分之二 但是他們同時發布了一個解釋 說前面的這個工資啊 就是剛剛講一加三分之一的這個一啊 已經內含在你的月薪裡面了 所以在休息日出行 你還是只能拿到一休三分之一 跟一休三分之二 沒有2.33這件事 其實最後實際上領到1.33 所以這跟現況是一樣的 但他做的反而是 砍我們全意是說 三減了七天國定假日 我們會覺得很訝異 剛剛次長也講得很清楚 台灣在今年已經實施40公時了 然後 實施40公時後 我們好像發現還要再有些配套 例如說落實周休二日 讓大家幾乎每個禮拜是工作5天 我們說5天之後 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 但這個落實過程中 第一個我們沒有看到政策的工具 剛剛說到的這一個增加加倍 他又做一個解釋 加一以後又減一變成沒有差 第二個他配套的反而是一個 增加工作時間的三減國定假日案 我覺得這是一件 我真的要提出呼籲 全世界國家就我們工會的研究 落實周休二日的國家 在OECD已經是多數了 除了以色列跟墨西哥 沒有任何一個落實周休二日的國家 會在落實的時候 三減勞工國定假日 一個都沒有 何況台灣勞工工作時間 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三高 第四高了 還要再砍國定假日 是讓情況更嚴重 何況現在的一例一休 並沒有真正縮短工時的效果 老闆一樣 說真的一有三分之一 對於趕工的老闆 還是叫你來加班 划算啊 因為他的利潤還是更高啊 所以過勞的問題不會改善 市長是這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講一下 因為我們本來預期就是 哇這個一例一休 我沒效勞 不過我可以賺到加班費 結果現在其實沒有 像你們講的這樣是嗎 可能有誤解 剛剛那個博一講的 那個解釋令我知道 就是說把原來的一 就是已經加了 已經發的一 就不用再發 不用再連結成算到月薪裡面 對不對 那個是之前的解釋令 可是這一次為了因應這一次 週休二日的修法 我們特別在勞基法三十七條規定 這個是黨團版本 三十七條規定 休息日的那個原有的工資 還是要給 也就是說 他是規定在三十七條 在黨團的草案 休息日的那個原有工資要給 那在二十三條的時候 有特別規定是說 休息日的加班費 你要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市長這麼有用啊 規定休息日工資要給 你還是可以約定 就按你們的解釋 含在月薪裡面啊 說真的 你們的立委上電視也都說明了 的確 未來是拿到一又三分之一 跟一又三分之二 對不對 跟現在一樣 他那個1.33 2.34 另加的 是不包含在原來的月薪裡面 我現在因為我是代表政府機關 我今天來講這個法案 我絕對不會騙人 我幹嘛騙人嘛 而且絕對法律 因為我看過法條 我之前是律師 我之前是律師 所以當成的版本 所以就是到剛才講的 是可以有2.33 2.66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不在本心裡面的 這個不用去爭辯 會不會再扣1 2.33 2.66 不會扣1 那個之前的解釋令 我知道嘛 因為當醫師 你們勞動部現在網站上面的試算 你們勞動部現在網站上面的試算 都還是一又三分之一 是說通過一粒一修以後 你回去跟你們的條件師 條件師研究清楚 他們現在對外公告 都還是一又三分之一 請讓我講完 所以我們剛才那個主持人也有試算 其實我們試算了之後 當然奇怪 我的數字跟你數字不太一樣 不過沒關係 我們試算結果 其實如果原有的用現行的加班費 跟修法後的加班費 其實可以高達2.7倍差距之多 當然多領加班費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目標 我們當然要的就是休息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訂明 重新訂明這個法案 叫週休二日所在 但是因為勞基法的那個利價 他真的是限制的很嚴 那我說務實面來看 臺灣現在沒有辦法真的說所有產業 每週就是兩個利價 大家都不能出勤 這其實是不是很務實的一個立法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設計這樣子說 好那一個叫做利價 一個叫做休息日 是因為這樣 那當然我們剛剛講說 以價制量總量管制 這個是就是在這樣想像中 就是說希望不要讓老闆一直叫員工 在休息日加班 用這樣的方式來達到週休二日的目的 是這樣的設計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從一些實際的狀況 來看就是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剛剛有提過 因為有人擔心說 那是不是老闆就會叫我 每天提早20分鐘下班 然後我禮拜六來再上一天 所以如果按照現行的話 他就要加班費對不對 如果現在在修法之前 也就現在法還沒修過之前 老闆提早20分鐘下班 叫你禮拜六來上班 這是合法的 連加班費都不用給 因為他只要沒有超過 如果現在修法的那個版本 修法之後 修法之後 那你就不能這樣了 禮拜六就要加班費了 對就變成是這樣子的 那其實因為休息日的加班費 其實是很高的 休息日的加班費是很高 所以這個部分恐怕 老闆就會去三思算他的成本 我們是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讓老闆不要用這個休息 而且老實說 在台灣務實面來看 不只是老闆需要員工 偶爾需要員工在休息日加班 其實有些時候員工他也會 可能會有 當然講講這個是 是不太好了 因為但是其實基本上 有些勞工我們反應 他也是希望是說 假設休息日可以加一下班 如果是怎樣他也可以配合 當然這個部分是 我們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是不希望說勞工 在休息日上班 但是在兼顧 就是勞工有加班費的需求 所以他希望修入多一點 雙方需求之下 我們才會設定 我請教總幹事 就是勞工 他如果真的想要加班費 依照你們在服務勞工的 這個過程 領得到這個錢嗎 我覺得現在問題 就是說回到那個 剛才那個韓式 我覺得這個還是根本 因為現在市長一直在強調說 那個韓式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其實不管是學界 甚至很多當地的勞工主管機關 也都一直在批評這個韓式 因為他現在就是這個韓式 他把他就反應就是勞動部一個韓式 他把例假日的 他就說像我假設我薪水三萬六好了 那我平均日薪是一千二 那所以勞動部做了一個韓式說 所以好就算是今天 不管是禮拜六日你們來工作 我這個老闆薪水已經給你了 所以如果你以後來 禮拜六來加班的話 那這個一千二要先扣掉 所以目前的狀態就變成說 很多勞工假設我薪水三萬六 那我這個禮拜六來加班了 我加班了八個小時 結果我只能領到七百塊 就換算以後我只領到七百塊 其實把原來那個扣掉 然後你就領那筆加班的錢 對 理論上我應該領到一千九 可是因為勞動部做了這個韓式 以後我只領到一萬二 一千二 七百塊 我一千二要被扣掉 那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韓式廢除嘛 對 你就把這個韓式廢除 然後你把這個韓式廢除以後 那這個問題其實就解決了 你就重新做一個韓式說 現在的之前的那個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加班費嘛 這樣就可以提高了 那市長要講 剛剛你的牌子就是一點三三 又一點三六七嘛 那有沒有一千五百八十七塊 有沒有剛剛有一個一千五百八十七塊 你說對不對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在於說 對 的確有很多勞工需要加班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現實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很多公衛團體 對於勞動部會很不爽 那為什麼我們很多勞工需要加班 因為薪資低啊 因為薪資太低啊 那常這個問題就是整個這幾年來 就是剛才主持人講的 就是高工時低工資 那整個勞動不穩定的狀態 其實是多數 尤其是很多青年勞動朋友 都一直普遍面臨到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長久以來 就一直在呼籲 好像基本工資好了 工會一直要求說 你基本工資 其實他不管是從我們自己 馬英九總統 那時候就簽訂了兩公約 或者是說勞動部自己的公告 就是告訴我們基本工資是什麼 基本工資就是一個地方的勞工 維持一個最低生活所需的 那所以我們就是根據這個 我們算出來基本工資 至少要兩萬五兩萬流 才能合理 結果臺灣現在基本工資兩萬塊 因為基本工資低 所以大家就會更需要加班 希望多一點收入 他覺得講說勞工需要加班 他覺得很不妥 這沒有什麼不妥 因為你就是把基本工資 或整個工資壓到那麼低 然後逼得勞工不得不加班 那現在你出來說 因為勞工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一例一休是合理的 那我覺得其實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你不覺得這樣很本末倒置嗎 可是像我們剛剛看起來 雖然沒有錯 就是感覺上一例一休 勞工可以賺到那個加班費 但是我們的勞基法 其實他有一些其他的開的小門 比如說像輪班制或什麼的 就你們在做這個勞工的服務 實務上 真的都可以領到這個加班費嗎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要看公 看企業公司大 這個其實這個差別很大 這個就要透過勞檢 去落實 如果新法過了 我們會加強勞檢這一塊 這個我們加強勞檢這一塊 這個怎麼可以 舊法就要加強 那這個怎麼可以綁在一起 新法是改惡 都一樣 就是不管新法就法 這個勞檢這一塊 一直我們持續在加強的 那但是新法過了以後 我們更會加強勞檢這一塊 OK好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各位一起來談的 就是關於勞工的休假 這個工作的權益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再回來 大家都很關心 勞工團體也非常在意的 這個國定假日七天被砍掉 他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先休息一會 歡迎回到南部開講的現場 我們今天跟大家一起來談的是 關於勞工的休假的權益 這件事情 那我們剛剛在前面 已經提到一例一休 因為這個整個週休二日法制化 然後接下來就有一些勞動部所稱的 這個配套的措施 那其中有一個配套措施就是把國定假日 從十九天變成十二天 就砍掉七天了 那這個砍假讓勞工團體整個跳起來 就覺得哇好像大家在加班費的部分 就是說它影響到家 那個勞工實際的收入 那到底這個七天國定假日 是怎麼回事 那各種不同的休假 他對於勞工的權益的影響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去年五一勞動節前夕 勞工團體在立法院外 與一散派出數字四十要求將法電工時 從雙週八十四小時降為單週四十工時 勞團長久以來的抗爭 終於立法落實 一例一休的砍七天假修法爭議不斷 台灣勞工過勞的情況也備受批評 勞動部公布最新勞動時數 台灣去年就業者平均每年工時為2104小時 相較前年的2135小時 真正少了31小時 勞工加班的情形也減少許多 隨著工作和生活 家庭生活的平衡 這個概念是越來越受到大家重視 那所以在休息和休假 大家有重視的情況下 那勞工加班的意願 那當然也會有一些影響 進一步與OECD國家比較 新加坡年工時2371小時 是各國中最多的 其次是墨西哥的2246小時 韓國的2113小時 台灣工時排名 從前年第三多降到第四多 不過比起工時最低的德國 1371小時 荷蘭1419小時比較起來 台灣勞工還是明顯過勞 我們大概多做人家兩個月 我們的經濟的競爭力跟OECD比起來 我們會比人家好嗎 好像也沒有 曾經旅居荷蘭和二國莫斯科 為台灣品牌開疆癖土的業務代表胡秋平說 歐洲人的工作態度和台灣人非常不同 曾經被公司外派荷蘭開拓品牌業務 三年多的陳雨光 回到台灣兩年多 在歐洲的工作經驗讓他感觸最深的是 當地人工作與生活大多有很好的平衡 而且非常的重視家庭生活 他們每年都有長達一個月以上的長假 這也是在台灣工作的時候很難想像的 我們隔壁鄰居有很多荷蘭的先生 他放一個月的長假 他就是在家陪小孩 所以我老婆會常常說 為什麼他先生這個月都在家裡 因為他們是習慣性的 每年就有這樣子的長假 所以他們不會像我們說 一定要去把自己搞的精疲力 一定要去哪裡玩 不只荷蘭 其實在德國 英國 丹麥 西班牙等國 勞工不論資歷的深淺 一年最少有一個月的休假 因為他們相信休假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相較於台灣 勞工的7天國定假如果被刪除 工作滿一年的勞工 年假加上國定假將只剩19天 相較於韓國的30天 日本的26天 西班牙的42天 奧地利的43天 在OECD的35個國家裡面 質疑墨西哥排名世界倒數第二 和世界各國的勞工比較起來 台灣人認真盡責CP值高 但這也是拿時間交換的血汗代價 種種數據顯示 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跟公時休假 沒有太大的關係 而勞工的權益不管在歐洲或是其他各國 也都是不斷抗爭 甚至罷工才爭取得到 台灣勞權議事剛剛抬頭 為了影響進步的社會 台灣未來勢必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我們從剛剛那個VCR裡面看到 各國的比較 在OECD這些市場經濟國家裡面的比較 台灣的公時 然後我們的休假日 其實都是倒數的 那我想請林主任博弈來談一下 到底砍掉這7天國定假日 它的影響是什麼 為什麼勞工團體這麼的在意 我想齁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都是最重大的一件勞動的事項 因為7天國定假日 它等於是 你本來是可以有薪休假的 結果被砍掉 你就變成是要去上班 你也不會有增加任何多的收入 因為原本就是有薪假 現在變成有薪的工作時間 那我們可以設想 一個年輕人 就是少掉7個休假 少掉7個休假 休息的天數這樣子 然後這7天 如果你過去是老闆請你出勤 因為有的時候現在市場 就是都要輪班子 你可以選擇領兩倍工資 或者換一天補價 這個都是勞基法規定的 所以它的落實的效果 通常是應該會比較好 那我們可以算7天一輩子 假如工作35年 一個年輕人25歲 工作到60歲 35年的這樣的時間 每一年少7天 等於一輩子少了245個天數的假日 我們說245天大概就是一年的工作日 一年因為還有週休二日這樣 所以它等於要 因為這樣的修法 它要無償多幫它的老闆 多做一年的工作 沒有多拿到 本來可以休息的 變成要無償多工作一年 所以這麼嚴重的事情 我當然了解 勞動部有他們的苦處 因為就我們知道這件事情是 小英還有行政員都拍板定案的 他們可能是執行單位 但為什麼他們要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這麼嚴重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了解 就是說資方不斷給他們壓力 要他們說一定要繼續 壓低勞動的成本 降低他們的休息的時間 儘管剛剛都已經看得很清楚 是世界倒數第二的假日了 都還是要硬要砍價 就這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勞工團體是覺得非常的不甘願 而且我們還要在同時說明 對於打工主來講 這個群體是更是直接的受損 很多青年打工主 他們本來這七天 都可以有兩倍的工資 包括像我之前在世音大學監口 在學校圖書館裡面打工 教師節 剛剛講光復節 這些日子都有兩倍工資了 今年如果一砍掉 明年肯定就變成沒有兩倍工資 七天對他們來講就是用基本工資來算 一天大概將近七天下載錢是七千多塊錢 是他們一個月的生活費 一年就少掉一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大家都感覺到 衝擊真的是很巨大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勞工休假 這幾種不同的類別 它涉及的一些相關的權益 國定假日就是我們剛剛在談的 砍掉七天 這個的國定假日 這是政府訂定的休假日 法定是十九天 那現在想要把它修法調整為十二天 那如果是要加班的話呢 可以給予兩倍的日薪或是補休 那另外一個是特休 就是你在這個 跟你在公司的那個年資有一點關係 工作滿一年的時候 你依照年資 就可以享有一定天數的這個特休或年假 那在當年度要休完 那如果要加班的話 這是可以換換發日薪 那例假日 就是我們剛剛前半段來討論的 就是勞工每週至少一天的假 然後雇主不可以要求他上班 否則會依法開法二十至三十萬 那休息日就是這一次在休的時候 勞動部多設定 多定義的這個休息日 為了落實週休二日 所以新增的 那這個休息日勞資雙方可以協議說 你如果加班的話 可以就是我們剛剛談的 二點三三到二點六六倍的這個日薪 但是不能補休 那我想請問次長 就是砍掉這個國定假日 就剛剛博弈講的 他其實衝擊非常大 特別是很多青年打工族 那為什麼就是這次的這個配套 他的原因到底是為何 為什麼要做這個衝擊 這麼大的配套 其實我來講一下 國定假日是要全國其一 他目的不是為了配合週休二日 因為這次修法 大概有兩大重點 一個叫做週休二日 一個叫做國定假日全國其一 那為什麼要國定假日要全國其一 什麼叫國定假日 國定假日 他通常都是凝聚國民情感 促進社會團結 也就是說那個假日 整個社會 甚至整個國家都覺得說 這個有必要 比如說紀念某個人 或者是什麼節日 過年大家都覺得 這個就是我們民俗 禮教大家情感 宗教情感 或者是政治什麼等等 沒關係 那大家會覺得說這一天 放這一天是有意義的 那才叫做國定假日 我們我們看一下這十九天的國定假日 其中有幾個確實在放在現在來看 其實已經不合時宜 這個我們必須去面對 那公教人員就是只有十二天 是所以我們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當時公教人員會這樣 也就是說 他們在九十年一月一號的時候 他們每週公時縮短為四十四十小時 可是當時勞工還是雙週八十四小時 那有這樣的差異 可是他們在每週公時四十的時候 他們就國定假日就先就把他 我們講砍掉 國定假日就刪掉了七個 所以變成當時他們的國定假日只剩下十一個 那當時可是因為勞工的那個法定公時 他還是雙週八十四 在雙週八十四跟四十 他比四十還多的情形之下 當時勞委會堅持 堅持認為是說 在勞工的法定公時 還沒有到達四十之前 那在這個時候 那就要保留 他們當時勞動部堅持 要保留這十九天的國定假日 也就是因為他這樣保留之後 導致大部分的企業 他配合週休二日 他是用多了兩週多了四小時 因為一週四十兩週就八十 可是當時雙週就八四公時 他多了四小時 用四小時去挪移這個七天的國定假日 所以之前即使在今年之前 大部分的那個行業 也覺得是說 我們也有週休二日 我們也沒有放到那七天假 就是因為他用八四公時 雙週八四公時去挪移 去調整的結果 可是為什麼當時願意守護這個十九天 但是現在不願意了 過來就是因為 我們在今年正式實施雙週四十小時之後 雙週 對不起 每週公時四十公時之後 等於是說 那這個七天假就多出來了 我這樣講 好像大家都很不以為然 就覺得 其實重點是說 放那七天的國定假日 就要在當天就要放 那就會變得在 站在整個社會來看就很突兀 很突兀 當然首先公務人員 不是這樣放 全國不是這樣放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有些假的明目 其實放在現在是不合時宜 變成是這樣 所以在假的那個步調不一樣 放假的步調不一樣之外 還有不合時宜之外 所以我們才會認為是說 那讓國定假日全國其一 那剛才也有講說 可是你為什麼要砍掉七天假 等等等等 這個叫做 應該是從減少縮短工時 這個部分來看 如果大家會覺得是說 我們國定假日 另外有什麼明目 這全全全國的人都覺得是說 那天放假是覺得很理所當然的 那當然可以再選選什麼 國定假日放假 所以我站在勞動部的立場 國定假日要幾天 我們都沒有意見 我們只是希望是說 在現在的國定假日 在國人凝聚情感的國定假日 這個部分大概是十二天 那在這十二天的現行 十二天之下 先放這十二天 至於日後有什麼 比如說有什麼節日 讓我們全全社會都覺得是說 這個假可以放 放的有意義 那要訂幾天 可以再加回來 你的意思是說 以後可以再加回來 我們勞動部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重點是在國定假日 全國一致 而不是說砍掉七天假 當然他會造成縮短公時的結果 因為現實面 他就是少了這七天假 這個我們也不否認 我們也不否認 那在這樣情形之下 所以很多立法院 他有提出用特休 用特休的方式 增加特休的方式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 研議的方向 也就是說 我們從年總公時下降的方式 方向來去檢討這個政策 那我想請教葉總幹事 就是說這是不是 其實是一個價值的選擇 就是我們為了行政管理上 全國國定假日休假統一 所以我就砍了這個 我覺得如果要休假統一 那我覺得就是公務員 可以多放這七天 我們也沒意見 那剛才次長一直在強調說 那個就是從八十公尺到四十公尺 跟這七天假是分開的 沒有關係 那怎麼會那麼巧 就是剛好從八十公尺到四十公尺 就這樣算一算我們多了七天假 就剛好是七天國定假 怎麼會那麼巧 這不是很奇怪嗎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我覺得 會讓勞工團體那麼不滿的 除了就是因為台灣的公尺 真的已經過長了 那整個過勞問題已經那麼嚴重了 那所以其實的確在那個 國民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他們在推四十公尺的時候 他的確是把這砍七天假跟四十公尺 是綁在一起的 所以那時候陳雄文勞動部部長 一直在立法院諮詢 他就一直這樣講 說這個都綁在一起 他覺得是配套 對他覺得是配套 可是我覺得這個站在公會立場 或者是站在勞工團體 我們本來就反對這樣子配套 因為這樣其實對降低公尺 是沒有幫助的 那我覺得會讓我們覺得 更不滿的是 當初不管是蔡英文總統 還是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他們其實是認同工會團體的說法 那甚至像民進黨的立委 可能就說來講說 公務員跟勞工 在各個價上面都不一樣 不管除了國定假日 你說併價什麼什麼產假 那有心照顧假 全部都是公務員遠憂於勞工 那為什麼在國定假日上 你就只單挑這個來 來治化這樣子 那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後來立法院不予被查 所以整個砍架就沒了 那蔡英文總統在選前 他的勞動政策 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一定會去檢討 台灣勞工的總公司 然後他在跟勞工團體的座談的時候 他也去告訴我們說 如果沒有完整的配套 他起電槍他不會砍 那我們要問的是說 那現在配套出來了嗎 其實沒有啊 你們就是要砍了以後 再來講配套嘛 就像說你剛才說 那個特休好了 特休現在到底要怎麼特休 要怎麼增加 要不要增加 要怎麼補 就像還是你要把勞工的特休價 跟公務員花一樣 標準一樣 那你這個都沒有啊 市長有配套嗎 那如果你配套都沒有出來 那當初 我覺得這個已經不只是 一開始那個 我們看到影片 那個有學者說 這是整個憲政問題 我覺得這還不要講 他那麼學術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最根本的 一個做人的誠信的問題了 就是到底有沒有誠信 那如果所謂大家都覺得誠信問題 不重要 那當然就沒話講 那如果誠信這個東西 那怎麼可以 總統你自己在選前告訴我們說 這個如果沒有完整的配套 你不會讓這個東西通過 結果現在我們完全看不到配套 就是硬要過了 那甚至你剛才講說 那個有的價 你們覺得可以 可以 要增加你們不反對 那我就覺得好像928好了 就是教師節為什麼不重要 教師節為什麼不重要 就是在那個 尊私中道或什麼 那為什麼這不應該討論嗎 這不應該討論 那你們就偏偏說 這個不重要 所以就砍了 那這樣可以 就我覺得我們不能 不能接受這樣子 總管事講誠信 就是說當初蔡英文總統 他在選舉的過程 他所承諾的 可是他現在執政了之後 哇 翻臉了 就是他之前就不認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程序的 那我想請教市長就是說 那到底這樣回過頭來看 立法有立法的意志 修法有修法的意志 我們這次修這個到底要改善 勞工的哪一些勞動條件 是 因為你休假也減少了 那加班費呢可以領得到嗎 好像又有點情況不明 從勞動部的立場 到底修法是為了什麼 是 我先講 那修法當然是週休二日 那週休二日 週休二日當然他的目的 就是縮短工時 這個方向是縮短工時 那至於說剛剛講的配套在哪裡 因為整個法案都送在立法院 立法院所以他到時候他不會 他不只審這個週休二日 他也會審特休 因為很多立委 有幾個立委 他也提出特休的那個版本 所以這個部分到時候會一起看 所以是整個法案這個部分都會一起去關注 所以行政院沒有一個版本 就是那個部分就是讓立委去提案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黨團協商 但是也有特休假的部分 所以特休假的部分也會進入黨團協商 所以到時候會整個整個去生理 配套不是應該行政院 就是勞動部在提三價的時候 就是連這些都要提出來 怎麼會說這些東西 其他的配套是要靠其他立委去補充 這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你有配套委員會什麼 要硬闖一分鐘硬闖過去 可以多開公聽會來討論配套 OK好這個是立法院的程序 當然我們要強調的就是說 即使在立法院現在在進行協商的版本 也有特休假的部分 所以這其實是有整個配套 他的目的就是要在週休二日 那週休二日當然是週休二日 果定假日全國一致變成是這樣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其實法案是有配套 那剛才有講說 那即使我們訂得這麼好 那那個到底怎麼去落實 我想這個部分恐怕我要再強調一下 我們除了這個法 我們假設這個法過了之後 我們會加強勞動檢查 保障勞工權益 這當然我們一直持續在有勞檢 不是說因為有新法之後 我們才勞檢 我們一直持續 那我甚至可以跟各位講 也就是說在今年 今年我們的勞檢場次已經達到 即使就是到現在10月中 這個階段 我們今年就今年度到10月中這個階段 勞檢場次已經高達5萬多家 反觀去年 全年度他其實只有3萬多家 也就是說我們勞檢的場次 每年每年再增加 當然新法過以後 我們會配合這個新法 我們會更多的場次 也就是說在勞檢的這一塊 我們會更加強 那我們還設了一個 增設1955勞檢24小時的申訴專線 也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到是說 你的勞檢違法 你的工作場所是不符合勞基法規定的時候 沒關係 你馬上打1955來申訴 我們都會進行去處理 也就是說我們都有配套 都是希望能夠更加落實 就在執法面可以落實的部分 就用增加勞檢的方式來落實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一個VCR 因為我們剛剛就在講 臺灣的這個勞動的處境 真的是很糟糕 就是又低薪又過勞 那到底各行各業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先看這段影片 六十歲的張先生從事汽車 客運工作已經三十年 儘管每天工作九小時 一個月的休假也只有四天 但為了家庭溫飽 再辛苦也願意 從事美容美髮業的周小姐 每天從早站到晚 幫客人洗頭 剪頭髮 休假少 工時長 薪資低 但不少人懷著成為獨當一面的 設計師夢想 告訴自己再苦也要撐下去 根據臺灣勞工陣線 廢息主計總處公布的統計資料 美容美髮業和教育輔助業 客運業 廢棄清除業 建築物以及綠化服務業 同時明念臺灣前五大低薪的行業 即便加了加班費 年終獎金等 各項津貼後 月薪仍然低於三萬元 與平均月薪四萬八千四百九十元 差距很大 主計處的調查 低於四萬塊的將近有七成 所以保守估計 臺灣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勞工 薪水低於平均薪資 我想其實這是一個嚴重的 可能在職場裡面 也有造成嚴重的 貧富差距的這個問題 此外 統計界規顯示 工時最高第一名就是被勞保局認定 過勞死人數最多的保全業 平均工時222小時 是所有勞工平均值175小時的1.26倍 有保全人員就說 他們實際工時根本高過222小時 但因為依照保全法來計算 只要不超過288小時就不算違法 他們也無可奈何 可能就是晚班的話大概比較累一點 白天還可以啦 就跟那個一般的那個上班8個小時一樣 我們就多4個小時嘛這樣 我自己盡量而為嘛 不做我就不要做嘛 能做的話就上班嘛 就這麼簡單啦 老公們有苦難言 臺灣的勞動條件似乎只能看雇主的臉色 勞團認為國民生產總值年年上漲 但勞工的薪資卻不禁反退 工作時間又是全球前幾名相當的不合理 凸顯了經濟成長的部分 並沒有分享給勞工 這是造成臺灣勞工薪資倒退 也是造成臺灣工作貧窮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勞工振興也呼籲 勞動部應該進行嚴格的勞動檢查跟調查 不要讓勞工陷入過勞或難以因應生活的風險 他們也呼籲近期引起爭議的週休二日 與一例一休的政策 政府應該站在勞工的角度著想 並讓臺灣繼續陷入過勞低限的循環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葉總幹事 就是說剛剛次長也講到勞減 那我們從影片確實看到 就是說臺灣的這個國民生產的總值 在成長 可是我們的薪資沒有成長 就很顯然那個經濟成長的果實 並沒有跟勞工分享 那你覺得透過勞減可以改善這個狀況嗎 或者說目前這個勞基法的規範 有辦法改善這個狀況嗎 我覺得透過勞減 但是某個程度會可以 就是讓勞動法令更落實 我覺得會比較改善那個勞工的勞動條件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剛才我們大家有講到 就是勞基法其實他理論上 應該是一個低標 就是一個最低標準 可是因為在臺灣這麼多年實施下來變 反而就是 就是如果大家在民間公司都會開玩笑說 如果你你待的公司 如果全部都有照勞基法 你好像就是在一個很好 很好的 那所以這個其實就反映了 就是整個勞基法落實的狀況 那這也其實就是說 因為勞減長期一直很不落實 所以變違法的情況很嚴重 所以如果可以更加強勞減 那的確可以可以去改善 那個勞工的勞動條件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職場工作 其實我們也很清楚 就是勞工面對雇主的時候 那個溢價的能力是很弱的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到底政府的角色應該站在哪裡 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再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都知道臺灣的這個勞動的環境 就是說勞工 或者是站在勞工團體的立場 大家會希望說 我應該有的休假要好好的休息 然後應該得到的加班費 不要被吃掉 可是站在雇主的立場 雇主當然會覺得 我可以cost down 我盡量節省成本是最好的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勞資關係底下 我想要請教次長就是說 政府在這樣的關係裡面 你們站的是什麼樣的角色 是 因為這次修法 幾乎勞工團體 大家都非常的有意見 那 對 勞動部的角色是站在哪裡 是 執政政策 政策就在這個兩個平 兩個勞資雙方 或者是社會大眾之間 各種利益之間 我們找一個朝向 比如說朝向我們既定的目標 那我們既定的目標 當然是提升勞工的勞動條件為目標 朝這個目標緩慢為調前進 我只能這樣講 政策是這樣做 那剛才講的是說 勞工 台灣勞工面臨兩個大問題 以及是長工時低工資 這個部分我們也看到 所以我們現在這 現在這一次修法就是周休二日 那周休二日過來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對不起 今年 對不起 今年 今年我們也決議的 就是提高基本工資 在明年 明年1月1號 那個基本工資就會上漲 大概5%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慢慢朝向這個 縮短工時跟增加工資 這個方向前進 那甚至勞動部 現在也在研議最低工資法 希望是把這個最低工資法制化 然後讓這個 至少讓這些 就是領最低工資的人 他可以在有制度的面向之下 來保障他的權利 那當然整個基本工資 如果提高了 整個勞動條件也會 台灣整個勞動條件 也會隨之提高 那當然這個變成是緩步 緩步要做 那過來的話 像在勞動部 我們也在研議 這個植栽勞工的保護 我們有各種的法律 然後要看到勞工的問題 當然除了 長工時低工資 這個是最根本的問題 那最根本的問題 我在講 他們有時候 真的是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那比如說像現在勞團 在訴求兩例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 兩例當然比現在的 現在的配搭措施是好 但是勞動部的立場 就是覺得應該要在勞資中間 做一個協調 那可是從勞團 因為一種看是1025要上街頭了 我覺得主要就是像剛才主持人 已經講到 其實這幾年來的整個台灣的分配 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經濟有成長 可是勞工分配到的份額 其實越來越少 那所以整個台灣的貧富差距 越來越嚴重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我們台灣更覺得 砍七天價是不可 不能接受的 的一個政策 那因為就是你已經 已經很朝向資方傾斜了 那你再砍七天價 如果你甚至你這七天價不要砍 那你不要修法 台灣勞工的工時還 還比較低 因為你本來就已經40公尺 對啊你本來已經40公尺了 現在就已經40公尺了 對的確有可能禮拜六會被加班 或幹嘛 可是就變成說你把那個解釋底韓式改一下 那反而有可能勞工的工時還不會變差 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很不能接受 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剛才講到通班考量 那我想問勞動部異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想過說 你砍了七天價以後 有沒有勞工 會有沒有可能有勞工的工時 反而會叫他84公尺之前還更長 有沒有會有這個狀況 就你現在我們現在40公尺了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砍了七天國庭價是有沒有勞工的公時 會比他反而在84公時之前更長 我們撇開加班喔 就說看正常公時就好了 當然會啊 會不會有 沒有我問勞動部 我看一下 我拿這個表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調查 據我們的調查是說 現在台灣社會大概有三成多 沒有我不是我不要管管這個 就是說我們看的只是公時就好了 對沒有他現在講的是說我七天價 八七五十六他至少就加了 五十六小時的公時 我直接這樣講啊 勞基法有一個84條之一 84條之一裡面的責任制的勞工 他是可能因為這樣子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現在過勞最嚴重的保全好了 他現在他每個月公時是288 他今年他有19天的國定假日可以休息 那他到了明年以後 他的公時是多少 還是288 那他國定假日變幾天 剩12天 他們的過勞已經是最嚴重的 那明年以後 他們的公時還比今年還更長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不是問題嗎 那這個的配套是什麼 如果要講配套 我覺得這個是最直接的配套 就是說因為這些勞工是最弱勢的 那在勞動部裡 本來就應該去 就而且他們過勞 又是這幾年來最嚴重的 那你怎麼來面對這些勞工 你怎麼幫助他們 好其實是用巴士 這個勞基法有有有幾個彈性的規定 巴士公時是一個 84條之一 對不起對不起 不是吧 84條之一的責任制是一種彈性 然後過來就是當然四周彈性 大概是四周彈性 大概就是這兩 這兩大塊的彈性的規定 被外界在質疑 這個部分我們也知道 但是我們在修勞基法的時候 我們先修公時這一塊 至於說這84條之一 這責任制的部分 我們一直持續都有在檢討 也就是說我們每半年都會把這些 已經適用84條之一的行業 把它拿出來看 看說你到底現在 依現在來看是不是用 你還適不適合在留在84條之一 這個部分我們都有慢慢一直在檢討 持續在檢討當中 那這個因為現在已經有84條之一了 那所以我們也不能貿然把它廢了 所以變成是說我們只能慢慢檢討 然後慢慢縮緊 然後把這些行業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我只能這樣講是說 因為這個當時是在有行業需求之下 所訂立的法 那但是我們每半年都會拿出來減少 檢討 不檢討 那博弈你覺得這樣 你能接受嗎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說 我們順序錯了 要檢討我們都很歡迎 就是說我們都同意改革不能一步到尾 那你要先檢討 先改善 但你現在不是改革不能一步到尾 你是改二一步到尾 改革都還沒有配套清楚 你改二就先做了 砍了七天假 那我覺得剛剛前面有談到 一直講說有些假不合時宜 勞團其實在意的是休假的日數 明目大家很歡迎社會公正來討論 我們開公共論壇說 到底哪些假要放 教師節 光復節 還什麼節 要不要改 或者說甚至有些人在談到說 原住民他可能要有他的族群的紀念日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但重點是日數 19天跟12天就是截然的不同 那這個問題不先處理好 剛才講特休假 現在立委的版本也沒有要砍期補期 沒有砍期補期 最多的人是講說 近來半年到一年的時候 補你四天 但也就一輩子也就一次 或者你一份工作就一次 多四天 但是你每年都被砍期 一輩子可能是少245天 所以真的是沒有清楚的配套 那沒有好